我是Fashion Boy 我不会飞 可是我很悲鲜的 今天 我要教你们很悲鲜的新年穿搭 虽然讲新年穿搭 来来去去都是那几样 正所谓新年新气象 人人都爱装模作样 所以春来每年都要做一次的 我就不懂最近吹什么风 各大品牌又浓又风 硬带T恤是装模 你不讲人家以为你参加了50团 人家只在长坏一点 老人家会以为你参加的社团 把你吊上了天花板的 要穿 我建议你去医院买件龙袍 更好的 管他花钱你犯了什么错 East Midwest 注定帅一波 今天我的内搭就不再是胡迪 而是用上 Giordano的弟弟 Giorno 为什么是弟弟 谁长 谁多老大 这是常识来的 你想都想不到 这些看起来像Balenciaga Windbreaker的东西 才卖69块9 这样才吵得来 不会像老生吵这样 老实讲 中国风就是人人凯利的起的 长得太像华人了 穿起传统的糖装 通常都不会太好看的 这些东西看气质的 正所谓 人潮王家而 人土 垫小二 那种点心楼的垫小二 你懂吗 我建议女生今年 可以来做点中性的打扮 穿上男生的糖装 来个耶温feel 最后再配上一件 来自 Giordano弟弟的 Crop Top Cack Suit 废呦 East Mid-West 简直超过Kardashian West 我知道大家都是要Penlight 不然谁喜欢穿旗袍 格勒底有东西流汗的 还不是为了拍那种 搓一搓二搓三照 今天我们看到这样的照片 我们直头在下面留言 搓地某 有怀疑不要好好讲搓搓搓 今年是老鼠年 通街的Mickey 多过Magdee 直头就买一件 Pool&Bear的Mickey洗水梯 当然 这个时候一定要配上那件 Giordano弟弟的Winbreaker 然后搭配的裤子 可以来一件直筒Carting的Holo Jeans 然后一定要折裤脚 这样才有那种 80年代的月船主餐look 哎哟 满满的新年feel就出来了 Concalford可以拍新年MV了 至于女生的话 你们可以来一套 Oversize的大红西装套装 内搭一件白色小背心 大方得体 白搭又淘喜 加上一个Fanny Pack 也不会很突兀的 这个look 完全就是把未来的岳父岳母 收服的穿搭书 这些男生穿西装 应该怎样穿呢 我们留在下次 你再听我先好不好 但是如果你想看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的 如果你觉得红红 太过高雕 你也可以选这种 人生果色的外套 内搭一件修身的红色背心 通常这种背心 在店里面都是在一个 毫不起眼的角落 但是穿起来 会让你的气质凸显 裤子就可以搭配一件 Vintage的牛仔裤 非哦 看到吗 红色就不一定要配黑 或只是白的 你可以来配大自然的色 会自带一种欧美的feel 有一个不小心 亲戚朋友以为你从 New York 或者是Europe 回来 毕竟不是每个年龄层 都是穿西装的 这个我也懂 可以选一件Cardigan 内搭一个小背心 裙子就穿A字裙 除了长肉显瘦 还Unya seo 其实我觉得这种搭配 非常像这个 少女时代的Jessica look 就是有一种 很有品味的千金小姐 look 整个就是贵 如果觉得以上的衣服 很Seven的 你就想要穿凉一点 但是也要穿得 很像过节的配分的嘛 不然的话你穿起来 跟其余的364天 到底有什么分别呢 怕热的你 可以外达一件格子长袖衣 我这件是在韩国Hondae买的 我看到H&M里面 有一件90%相似的 潮冷是没有温度的 所以我选择搭配多一件 windbreaker 还有渔服嘛 这个look的设计就是 back to nature 其实我觉得大地色 是一个百搭的颜色 不管配什么颜色 都有一种贵气 反正就是一种成熟的来不油腻 帅的来也不会太屁 结论是 a wise man one set 其实新年就没有规定 你一定要怎么样穿 红不红是其次 最重要就是穿出新年的气氛 其实长辈就只是想要有一种 一家团圆的feel 让一步再来海阔天空 红包多多风 在这里就祝福各位小飞仙 新年快乐 数钱数到脸圆圆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分享来吃看看 这个八字开到来上我为止吧 也要知道来我的page follow in 下楼 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记得打开小铃铛吧 我们下期见 bye bye 恭喜恭喜 I wish you have seepu jing the money money啊 3 3 2 1 Now you know how to swing me me